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香港的教育都非常國際化 這麼小的地方已經有五間全球八大學校 港府近年積極吸納高財、優財、專財 內地人的比例都佔多數 這批人都會帶小朋友來香港升學 就想問一下譚先生 你們學校內地生佔的比例是多少 他們的目標是升本地的中學 還是國際學校的多 首先多謝施先生的邀請 或者我們這樣說 其實所謂佔的比例其實 未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多 其實來香港的人都應該是十萬 十一萬左右 帶點子女 其實他們年齡很多都比較小 所以如果來到我們的補習的話 比例不算多 通常你是想問關於他們選讀什麼課程 什麼類型都有 不過主要是英文的課程 因為他們可能是語言上面 這個他們覺得是要趕進度 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 大部分的學校都有顯示很多英文 甚至是我們說的EMI School 都是會用英語去收課 這個可能內地的小朋友 他們未必習慣 所以離我們讀的課程 多數都是補英文的課程 你說他們可能補習 多數是補英文 如果是講家長方面 其實他們會不會跟香港的家長 在那個選擇上面 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選擇學校 分別都不是那麼大 大家都是想進入最好的學校 我想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家長永遠都是想著 小朋友要進入最好的學校 不過要看自己的能力 有些家長就是 其實自己的小朋友能力未到的 都是要強求這樣去選擇這些名校的話 所以學生的壓力很大 因為他們要去面試 去考學校這些 其實是去報復很多很多不同的爭論課程 他們才可以有機會有一個面試的機會 所以我想取態就是大家 香港的家長或者國內的家長都是一樣的 但只不過是看學生自己 即是自己的小朋友的能力方面 又這樣說可能國內的家長 可能他們未必知道香港普遍的程度是怎樣的 所以他們可能有機會高估自己的小朋友 這是有這樣的情況 都想問問師生 因為師生向來對教育都有自己一套的看法 你又怎樣看現在香港的教育呢 其實說回家長想送學生去名校 我是屬於少數 不是好 我覺得這件事有這麼大重要的 即是我自己覺得 譬如我的子女能夠端正她的求學態度 即是讓她對自然界的奧秘充滿好奇心 對人類的將來有終極關懷 那她就有一個自發的力量 去讀書去進步 至於那間學校是否名校 即是我覺得如果你要去到名校才可以學到 或者覺得自己才有前途 在我來說 就不是我很想我的子女是這樣的 即是我令這些子女走她自己求學問和人生的路 都好過不是自己的選擇 即是社會一窩蜂 別人都說讀名校 又去讀名校 我的子女有沒有讀名校 兒子那間應該都不算很明白 即是普普通通說出來 有些人都未聽過 女兒就略為好些 但是都是小學派委派進去 小學派委派進去 她便便宜了一個妹妹 即是好像有分家 家車在書讀 有分家 便便進入去 她進入大學的時候 都進入到一些國際一流的大學 很厲害 即是跟第一次畢業 都是自己走的路 就不是靠進入一間學校 我跟她說 你不應該只是 你以你的學校為榮 如果你的學校以你為榮 那就真是本事了 有道理 剛剛Jeff也說 雖然內地生的比例 未到我們想像中那麼高 但近年都多了 他們其實這一批學生 都是一些資優生的下一代 其實他們的遺傳基因 會不會都普遍比較聰明 令到我們香港本地的學生 那個競爭優勢還在嗎 競爭是大了 這個模擬是正在發生的 因為這一批家長 不是說年紀很大 但可能她是四十多歲 政府有數據公佈 他們平均年齡是四十多歲 全部都是比較有知識的人士 否則她都申請不到高財、優財 所以相對來說 小朋友其實那個 或者是一些比較 小朋友的學習態度 是國內那種特訓式的 因為他們上課的時間很長 由早上可能七八點已經開始上課 去到晚上都會上課 相對我們就很輕鬆 我們香港那個上課時間 可能下午三四點已經放學 所以他們很習慣自律地去做功課 學習和學習 所以其實跟香港的學習文化有少少不同 這一批的小朋友 他們適應能力非常之高 而且很快可以 掌握到那個進度 所以無疑是對於香港本地的學生 是一個競爭力 這個是正在發生的 其實近年都有不少的學校 都面對一個收心不足的問題 現在想考入名校的話 相對上來說 會不會都容易了 是容易了的 這幾年 如果你有留意到 都有一些傳統的名校 都在不同的社交媒體買廣告 你都會知道為什麼 藍什麼會在Facebook上有廣告 聖波都在Facebook上賣廣告 其實都是因為相對有些人 是中間走了 學生去了英國、加拿大、澳洲 所以就需要新生去Facebook上的學位 所以是多了這些可以插班的機會 所以相對是容易了 不過又這麼說 這些學校不是什麼學生都會受的 它都會相對有要求的 它都會去選擇學生 還有他們叫做寧缺莫攬 不會說我有很多學位在 總之有人來申請我就收 都不會是這樣的情況 但你說有沒有這個插班的機會 是有的 以前如果你說十幾年前 一早已經收滿 學生由中一讀到中七都不走 怎麼會有機會可以插班 但現在不是的 很多不同的年級的學生都會移民 來講 這樣就有這些插班的機會 如果說想插班入這些傳統名校 有沒有什麼功能 可不可以買廣告 都不是買廣告 或者客觀點這樣說 如果你說純粹自己申請 然後去考 成功的機會相對小一點 因為其實你不知道那個遊戲規則是做什麼 就算你連寫一個自戰的一封信 都不是亂寫的 等於出去找工作一樣 有個vacancy在那裡 有很多applicants去申請 怎樣才可以拿到份工呢 其實寫個求職信都有要求在那裡 如果你譬如申請這些學校 其實你的application 譬如你申請那封信 你要拿些什麼 其他人的推薦信 等等這些其實都有講究的地方 這些就是家長準備的東西 學生自己本身都要有準備 譬如會不會考入學試呢 入學試是考什麼內容呢 只是考英文 考數學 還是需要面試呢 通常都要面試 面試會問你什麼呢 你有做這個 我們叫做rehearsal的 即跟你練過十次 你上去就不會很緊張 這些都是一些機構可以幫到你 這個就是增加你入學機會的其中一個方法 容許我唱一下反調 雖然你們是我加分的 但是我剛才說了 我不算很鼓吹將日明校作為求學的目的 即是如果你那套攻略 可能就是對一間學校有幫助 但是就是扭曲了學習的目的 學習不是為了入某間名校 也不是代表你入了名校 你就能夠學習到知識 會有美好的將來 即是太過強調這件事 令到你的子女是迷失了 以為入到名校就代表一切 入到名校就有前途 始終香港都是名校少數 很多人都入不到名校 很多入不到名校的人 就沒有前途嗎? 不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一開始已經唱對待 因為我認為家長應該關心自己的子女 真是希望她能夠了解社會 了解這個世界 她才能出來社會有適應能力 我沒有入過名校 我那些是學電出身 我讀了四間小學 三間中學 才有機會讀完中學 成績未必一定好 但我也在社會裏面 面對環境的變遷 有一定的適應能力 有一定的自學能力 我覺得未必一定要入到名校 才有前途 當然你的生意主要是協助別人考試 協助別人入大學 當你對這方面不斷進行操練的時候 然後你是入到名校或考到好成績的機會率大增 但可能你的小孩就失去了求學時期的一些形勢生活的豐富性多樣性 就集中操練操練 人生是很可悲的 如果我要這樣叫我度過我的求學時期 我就一定想辦法反抗 師先生的看法 我絕對不是不認同 不過我想分析一下 我老婆都不認同 叫子女不要聽你老爸說 你老爸走那條路 大部分人滾下山 我分享一下為什麼家長這麼有興趣去入名校 或者現在家長的心態是怎樣 或者經高才、優才下來香港這批家長 或者普遍的家長 為什麼先不評論他對還是錯 就是要入名校這件事 他們的看法通常就是 希望入入名校 其實網絡是其中他們去考慮的因素 因為他們覺得名校的 怎麼說呢 憤輩 有個統計說 人生當中跟你可以深交的朋友 全部都是中學階段發生的 如果你身邊跟你一起成長的同學 可能出來是高官、律師、醫生 你便有一個很好的網絡 這個其實是家長的看法 希望入到名校 會不會身邊的朋友 就是這些那麼好 提供網絡給你的一個機會 這個就是他們其中一個很看重的心態 就是要入入名校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舊生的協助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據我所知 我也是少少名校出身 在Hong Kong You對面 不說哪間了 其實你自己作為舊生 你都會回去學校去做一些Menta 幫助自己的校友 傳統的名校 特別是 我不知道 我是南校出身 就會喜歡有一些Networking的東西 例如我是醫生 我回去就告訴學生 怎麼可以入醫 或者提供什麼機會 你不要緊 你過來我的診所 你過來我的醫院 做一些Workshop 或者參觀一下 這個便可以擴闊他的視野 這個是很多家長的心態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不是傳統名校 可能不至於業 都不會回去自己學校 做些分享 或者幫助自己的母校 少一些的情況 我分析一下現況是這樣的 雖然大家都有不同的觀點 芝生覺得入名校不是最重要的 但剛剛也說到 其實很多家長 是想小朋友入名校 但其實現在的學校 其實有濕生不足的問題 又加上直資 國際學校都在搶人 其實校網的重要性 好像越來越低 會不會說 未來影響了名校區的樓宇付加值呢 香港很多時候 有人借校區去報一些學校 會增加派位的功能 但香港不用擁有物業做業主 你去租都可以 你便去那裏租床位 有些人甚至 問你把電費單差向單都去 但這樣其實是騙人的 你的小朋友求學時期 便發覺媽媽做這些事 對他有甚麼好處呢 所以我自己認為不值得 因為那裏有間學校 便去買層樓 除非如果你是以這個作為攻略的話 社會便只是益那些有錢買樓的人 是製造不公平的 所以你這樣想 我就不太贊成 你說會不會影響價錢呢 大陸你真的要擁有校區的物業 你才可以報校區 但是大陸自己 大陸當局都覺得這種風氣是不好的 所以我在大陸做地產代理 如果標榜某某校區的物業出售 它是可以拘捕你、告你 不准的 即是釘你牌的 原來大陸那些 我們簽合約都要在網上 下載買賣合約 所有合約都是政府有編號的 有條時給你下載 它可以沒收了你的時 那你就沒有合約用 所以大陸都不可以標榜 名校區的樓宇出售 如果我在大陸的節目 介紹別人買一層名校區 會不會有談論價錢 會不會有影響 都不可以 香港很多區都有學校 名校區是否有一些好處 剛才傾向你都說 我家長每個人都很留意 既然買家入面會把這件事 看成是一個校區的話 即是有分家的話 需求當然會增加 需求增加 它的價錢當然會有日價在 這件事現在都沒有改變 即是校區是影響樓宇架 是一個重要因素 今天很感謝兩位的分享 相信今集之後 想子女來香港升學的內地家長 又或者是香港的家長 都對現在香港的升學環境 有更多的認識 我們下次的樓市事件再見